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2021年亲属移民信息更新 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总结一下 关于亲属移民方面的 最近的一些形式的动态 以及相应的建议 那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呢 为数千位各种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取得了移民申请的批准 其中呢包括职业移民 也包括亲属移民的 我们律所自己的同事呢 也有通过亲属移民顺利拿到绿卡的 也有通过亲属移民 给自己的亲人办理绿卡取得成功的 那我们在这方面呢 不但有亲身经历 也有丰富的经验 在这里呢 我们根据最近的情况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么首先呢 我们概括一下说亲属移民的类别 此前呢我们这个频道呢 也有别的视频讲到说 怎样给父母办绿卡 怎样给配偶办绿卡 怎样给兄弟姐妹等等 在这里呢我们再总结更新一下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包括成年美国公民的父母 还有配偶 还有呢他们的未成年子女 这些呢 都是所谓叫 immediate reality IR类别 这些人呢办亲属移民呢 他们不需要排期 随时都可以办 然后呢如果是合法入境美国的 哪怕身份过期了也没有关系 如果人不在美国呢 那你先需要办130 然后过后呢再办移民签证 或者如果能够过后到美国 再交S85大概就可以了 这些呢是直系亲属 不需要排期的 另外呢还有几类说 平常需要排期的 其中呢 美国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这样的呢叫F2A类别 他们呢 理论上呢 这个是需要排期的 但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 已经将近两年了 都并不需要排期 因为有足够的名额 这个包括呢 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说假如你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那你自己呢 包括如果你此前的这个未成年的子女 都可以很快的就办理绿卡申请 可以比较快的拿到绿卡 那这个是一个类比 除此以外呢 还有就是美国公民的成年未婚子 和绿卡持有人的成年未婚子 这些人呢 如果当初没有和父母一起 拿到绿卡 那么他们呢 可以成为亲属移民的受益人 但是呢 有一个排期 现在一般呢 比如说要五六年 像这样的一个排期的时间 那除此以外呢 还有 美国公民的成年已婚子 和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那已经结婚了的嘛 他们就算是另外一个家庭了 相应的呢 排期时间也更长 像这两位呢 一般都要十几年的排期时间 另外呢 这个绿卡持有人 不能够给父母办绿卡 也不能够给成年已婚子办绿卡 这个呢 是亲属移民的基本情况 这个类别和排期的形式 那么申请方法呢 我们知道 这个如果你自己是美国公民 或者绿卡持有人 那你是petitioner 申请人 然后你的亲属呢 是beneficiary 是受益人 那你可以提交 I-130的申请 等到排期到了呢 受益人如果在美国 可以提交I-485 调整身份 拿到绿卡 如果在美国境外呢 比如说在中国 他可以在广州总领事馆 办理移民签证 然后来到美国 领取绿卡 这个呢 和办理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等国这个移民 然后登陆 这个程序有类似的地方 那需要什么样的文件呢 你提交I-130的时候呢 需要证明 你和受益人之间的亲属关系 是吧 如果是受益人 是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的配偶 是你的子女 那你需要呢 通过出生公证 或者是婚姻公证 以及其他一些文件 尤其是配偶关系 要有共同生活的证明啊 等等其他的证明 这个夫妻关系 这方面呢 我们也有单独的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 那一方面呢 你要证明亲属关系 另一方面呢 那你作为 如果是申请人 Petitioner 那么需要证明呢 有一个财力支持 这一点呢 在最近几年 可能更重要一些 大家也听说过 有所谓公众负担问题 公众负担呢 如果在美国境内 填表呢 是I944表 但是除此以外呢 亲属移民本身 还要填一个财力担保的 I864表 证明呢 说你或者是 其他的Joyed Sponsor 或者是受益人本人等等 那么在美国 要么有足够的收入 一般来说呢 要在这个Household Poverty Level的1.25倍以上 或者呢 你有资产 也可以替代这个收入 一般来说 每5美元的资产 可以替代1美元的年收入 那你需要提供收入证明 或者资产证明 用什么样的文件呢 比如说W2 1099 或者你的税表 或者银行账户 或者其他的资产 相应的文件 需要提供这方面的文件 那很多亲属移民的受益人呢 可能原来来到美国 比如用B签证 F签证 或者是别的签证 H签证 Z签证等等 那么后来呢 面对有一个身份过期的问题 前面已经讲到呢 如果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只要你是合法入境的 身份过期没有关系 让他过期好多年了 到时候呢 只要符合条件 就可以提交S850 但是如果不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呢 那么过去身份过期呢 有可能影响受益人拿到绿卡 那怎么办呢 有可能可以办理I-601豁免 Waiver of inadmissibility 我们也有专门的文章 视频讲到I-601 如果你一般既然办亲属移民嘛 是吧 有这个亲属是美国公民 或者绿卡持有缘 那如果能够设法证明 说这个受益人 如果要离开美国的话 会对美国公民 或者绿卡持有缘 造成极大的生活困难 Extreme hardship 那么有可能取得I-601 后面的批准 如果说此前已经在 Remover Proceeding 要被缔解出境 这样的问题呢 那么还有可能需要提交一个 I-212的这么一个豁免的程序文件 另外呢 如果受益人曾经拿过J签证 不管J1 J2等等 那原则上呢 还需要办一个J签证豁免 然后才能交爱485 那常见的这个J豁免的方式呢 是通过中国使领馆的No Objection 不持异议 但是呢另外也有的个别的人呢 是通过证明Hudship 或者其他方法 取得J签证豁免的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就是说 大家知道呢 在拿到绿卡以前 还有一个面试的过程 如果你是交485呢 那在移民局办公室 会有这么一个面试 如果是在境外 比如说在中国广州 办理移民签证呢 那也有一个这个签证面试的过程 这个面试呢 一定程度上啊 也是完成这个背景调查的程序 证明这个受益人 没有犯罪记录 没有长期违反移民法的记录 或者呢 现在也有这个关于党员问题 等等 讲到呢 若不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关于党员呢 我们也有其他很多的 单独的视频啊 还有文章 大家也可以参考 另外最近的一个趋势呢 我们看到 以往呢 比如说 夫妻两个人 他这个面试的时候呢 可以一起面试 那最近我们看到若干的例子呢 都是夫妻分开面试 这样呢 从移民局的角度 他这个可以印证 双方的答案 是否这个互相吻合 这样呢 如果有一些问题 也可以发现 因为坦率的说呢 结婚移民这里面的漏洞啊 或者说存在的问题呢 从统计上来说 要稍微多一些 所以呢 移民局有的时候呢 会更多注意 就是说这个婚姻真实性方面的问题 夫妻双方 是否有共同生活的基础 是否有相应的证据 那这个对于 婚姻真实的人来说 当然你不用特别担心 但是呢 你需要配合 完成这个程序 提供相应的各类证据 总体来说呢 我们看到呢 在现在有这个 美国新总统啊 新的administration 对于移民这个顺利完成 应当说呢 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呢 考虑到现在的经济形势 就业情况 以及这个 EB1比如更难批准 等等这些情况吧 然后另外呢 过去这么多年 已经积累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是用中文 做这个视频吧 有很多积累了 这个华裔的啊 说中文的很多 这个美国公民 这一方面也增加了 亲属移民的机会啊 是吧 比如说 不管是婚姻移民嘛 还是说 给父母啊 给其他兄弟姐妹啊 办移民 是吧 能有更多 华裔的 绿卡持有人 和美国公民 也可以提交更多 这类的申请 所以呢 从这方面 我们预期呢 申请的数量 会继续增加 但是呢 美国移民局 也有可能 会增加更多的步骤 我们已经看到 不管是面试啊 公众负担啊 等等啊 这方面都有这样的趋势 所以呢 亲属移民 还是需要 认真准备 严肃对待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2021年 亲属移民的形式 和相应的准备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好 yah 启 分享 感谢观看